响应422世界地球日 张宝县长魏明谷这一天带着环保职工 以及多个社区跟企业等等的单位 大约1200人浩浩荡荡的 来到陆港镇的菜市海岸净摊 大家用行动守护地球认真的执行任务 而最后是清出了6130公斤的垃圾 其中以保力龙最多塑胶带刺织 1200多位民众尽心尽力在陆港镇菜市海岸净摊 工绩清出了6130公斤的垃圾 为维护沙滩及海洋环境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用行动来守护地球 到沙滩来玩的话 我们带来的垃圾也要把它带回去 不要污染我们的海域 毕竟张宝县的海域很漂亮 我们有美丽的沙滩 还有细灶 细灶 所以我们要爱护地球保护环境 微信长表示 张花县政府结合社区、企业来到张花县进摊 许多工业制品、塑胶带、各种不同的垃圾 经由上游河川流到沙滩 造成海洋中的动物持到垃圾而死亡 期望透过这场活动能够将垃圾减亮 共同爱护环境及保护海洋生物 我们张花县政府结合各个社区 还有我们环保局 一直来到我们张花县美丽的沙滩来进摊活动 那我们知道人类都乱丢垃圾 而且现在的工业制品、塑胶带、各种不同的瓶瓶罐罐的垃圾 大家都在这个上游的源头的河川随便乱丢 然后这经过河川流到这个沙滩 造成我们海洋很多的哺乳类的动物 沙鱼、青鱼这类的动物、海贵都吃到垃圾、塑胶带 然后造成死亡 所以我们今天来捡这些垃圾 我们希望能够把垃圾的源头 大家尽量减亮 不要制造垃圾 张花县目前完成进摊任养单位有14个 任养长度有18.6公里 为现场号召更多企业、团体与民众加入任养的行列 希望透过多元参与达到海岸全面任养 以永续维持海岸捷径 基层维权张花县常有报道